月15日,位于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王国境内的红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发生猛烈喷发 多个沿海城市遭遇超两米的巨浪袭击 约84000民众超过80%的人口受灾,上千人流离失所 2月4日晚,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举行 本届开幕式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主题 3000名参与开幕式的演员,均为来自中国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志愿者及运动员 3月21日,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 在执行昆明飞往广州任务时,与广西省吴州市上空失联坠毁 并造成森林大火 机上旅客123人,机座人员9人,全部遇难 4月19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认证为全球最长寿的老人 田中立子在日本福岗县福岗市一家医院去世,享年119岁 5月5日,韩国加入北约网络防御组织,也是首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 6月29日,索克威总统与乌克兰总统资连斯基在基辅市中部组举行双边会谈 两国外交部长也签署了有关,免签证复访协议 同一天在结束了对乌克兰的访问之后,索克威总统前往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此次会议是索克威外交之旅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人在战争中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和平 以想促成今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分会的顺利召开 7月1日,李家超当选为香港新任领导人接替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在任期间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来的最严重的动荡 以及2022年初致命的第五波新冠疫情 尽管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 但仍导致数千名为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丧生 8月7日,中国河南省的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始大量的销售本地生产的治疗新冠药物阿兹夫钉片 每瓶35片桩售价300元人民币,约合65.9万亿尼顿 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 英国王室9月10日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之后 73岁的查尔斯王子继位成为英国国王 10月24日,苏纳克作为唯一的候选人 赢得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 接任于近期卸任的特拉斯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是200多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即首位印度裔首相 10月29日,韩国首尔市黎泰院区万圣节庆典活动上 发生了踩踏事故,导致158人遇难 10月20日晚23点30分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末式 在多哈海湾球场举行 时长为30分钟 10月30日,12时13分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因患白血病合并多个内脏器官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在上海去世 周年96岁 1989年江泽民接替赵紫阳 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004年卸下官职 12月4日20时09分 中国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成东、刘洋、蔡旭泽 身体状况良好 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月18号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在与法国的点球战中 以4比2击败了未免冠军法国 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每个新闻整理报道 第四次赢得世界杯冠军